中国历史上的高考 约而同地说起今年高考如何如何之类的话题 高考在中国已成为一场全民的盛演 其实类似于高考的这种人才选拔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远远流长 从古代的科举考试到晚清明国时期的大学招生 无不招显着今天高考的影子 他们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与团成 科举 古代的高考科举制是中国历代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 从隋代开始实行至清光绪三十一年一九零五年废旨 共经历了一千三百余年 由于科举制度与今天的高考在某些方面有些类似 故也有古代的高考之城 科举考试制度自随腾这两种都没有很大的变动 到了明清时期才有所变化 时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 唐宋两代的考试由民间先在地方政府承报 由地方送上中央 这些人就叫进士 考取后趁进士基地 譬如你是山东人 便向山东省政府报名 他把你送到中央 你就使山东省进士 考试录取就叫进士基地 因此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 到了明代 待因报考的人数更多了 才分成几次考 明清时期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四级 即辅现考 乡市 会是核电市 首先是辅现考试 录取了教授学 又教宪学生 就是人们常说的秀才 是科举功名中最低级的一等 乡市一般每三年 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 如月市的秋季举行 所以又趁秋为 参加乡市的是秀才 乡市考中后称为举人 第一名称为介员 读书人中举后就有了做官的资格 所以被人们称作老爷 梵敬重举是人们熟悉的一个文学故事 出自长篇讽刺小说 竹林外史 小说对梵敬重举会声会色的描写 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乡市的情形 会是在乡市后的第二年春天在京城举行 所以会诗又称为春伟 参加会诗的是举人 曲忠后称为共诗 第一名称为会员 殿诗是皇帝主诗的考诗 参加殿诗的是共诗 曲忠后统称为晋诗 殿诗分三甲录取 第一甲次晋诗集体 第二甲次晋诗出身 第三甲次同晋诗出身 第一甲录取三名 第一名称壮恩 第二名称榜眼 第三名称叹花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壮恩 究竟是谁众说分云 没有准确的说法 最后一位壮恩是清光绪 三十年1904年 贾臣科壮恩刘春林 刘春林考中壮恩后的第二年 清廷集下令停止科举 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名壮恩 所以他经常自嘲说是 最后人中第一人 据说刘春林开始并不是壮恩 第一名叫朱汝珍 广东人 当时慈禧太后垂帘听政 他对广东人有偏见 认为梁启超 孙中山这些广东人喜欢倒反 所以觉得朱汝珍不可靠 再者他还觉得朱汝珍这个名字 里边有一个珍妃的珍字 慈禧最讨厌珍妃 所以决定把朱换掉 后来慈禧看到刘春林 认为这个名字很吉利 于是便把他取为第一名 当然这只是野史传闻 正史中并无类似的记载 壮而一般受汉林院修传 榜言 叹花寿如林院编修 其他近史擅长文学书法者寿魏术集市 入汉林院学习 其余的分别寿 为各部主事和直线等 正式进入了仕途 在北京孔庙院内 今天仍然树立着圆 明 清三朝的晋世提名碑 学者将名在天空不语对枯其 中对其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这里有三座圆碑 七十七座明碑 一百一十八座清碑 记载了六百多年中中榜的五万数千名晋世的姓名 习惯及考试名次 他是古代知识分子嘶嘶哭哭 萧一干时 好手穷心的拼搏奋斗 终于通过国家 即考试 近身上流是大夫阶层的象征 是胜利者的封碑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